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小性格内向 是标准的乖乖女 优秀生 下面还有一个弟弟 父亲对他的教育极其严苛 非打即骂 一言不合秀狂揍 每当这时 一向顺从的母亲都会哭 反倒还也被打怕了 向母亲诉苦 可母亲每次都回答 这都是为你好 反倒还不明白 挨打怎么就叫为他好了 于是 13岁那年刚上初中的他 一心想要离开家 他的逃离也让自己一步步坠入了深渊 后来他跟男友私奔了 他以为幸福生活开始了 然而却没有想到开始的是悲剧 私奔后的反倒还每天的生活重复着三个步骤 吃饭 睡觉 做爱做的事 那时他13岁 然而提起这段经历 反倒还的描述却令人十分意外 他在自传《柏拉图式性爱》里写道 那是多么愉快的一件事啊 这可是我的新发现呢 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天也成为反倒还堕落的开始 之后 他一点点由人人夸赞的乖乖语 编成了《爱情实战》动作片的女主角 一番翻云覆雨后 反倒还也彻底谈恋上了这种感觉 开始频繁跟着龚腾孝泽 去往各大情侣旅馆玩俄罗斯方块 后来 二人干脆不上学 日日待在一起玩俄罗斯方块 并且花样评出 不断刷新记录 反倒还说 他曾一天来了11次 为了能够维持这种逐娇紫期的生活 反倒还在16岁那年 偷偷跑回家 拿了父母的存款薄和印章 私自取了180万日元 花着父母的积蓄 他们整天待在家里研究俄罗斯方块游戏 肆意挥霍汗水和营养物质 他描述那时的生活 一醒来就是永恶再永恶 然后就这么睡着 醒来只能凭着本能生活 有时还会吸强力胶 但男友是个瘾君子 没过多久便因吸毒进了监狱 走投无路的泛倒还决定投靠男友的男性好友 刚 可他终究低估的男人 也完全没有意识到一个独身的漂亮女生 主动接近一个混混男人有多危险 刚看到泛倒还后 他非常热情 还捍卫他不要伤心 以至于泛倒还一点防备心都没有 而噩梦也开始了 泛倒还跟随刚回家 并跟着他吸完毒后准备睡觉 这时 刚本心暴露 一把将泛倒还扑倒在地 疯狂撕扯他的衣服 泛倒还预感到不妙 但为时已晚 他拼命反抗大叫 可根本没用 最后 身无缝闻的他为了能够活下去 他寄希望于混混男友的其他好友 有好几个男人听说泛倒还的情况后 答应收留他 但最后 这些男人都会和刚一样 对他做出受刑 泛倒还在《自传》中写道 收留我的男人最后一定会侵犯我 不过 我也已经习惯那种事了 如果他们要收留我 最后会演变成为 这样我也没有办法 相信在那种情况下 大家都是一样的 可慢慢的他受够了这种生活 想要逃离 一天 在机缘巧合下 反倒还看到了一份打工新闻 没想到却堕入新的陷阱 这份打工新闻介绍 位于汤岛的餐厅是卡拉OK 也就是夜总会 在招陪酒女日薪一万日元 工作内容是唱歌 喝酒 陪男人 范倒还跑去面试 因为长相甜美又年轻 很快就面试上了 店里的老宝还为他取名叫爱 客人们都叫他小爱 他和找了男人很自然地去开房 一番大汗淋漓后 范倒还拿着辛苦钱 就去了牛郎店买乐子找博 后来 范倒还爱上了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比范倒还大三四岁 但却是一个在酒吧卖春的牛郎 他之所以会对范倒还大献殷勤 主要是打算利用他的身体来赚钱 然后帮自己脱离古海 被爱情冲昏头脑的范倒还 竟然也答应了男友的要求 为了赚到更多钱 他竟然不顾自己的尊严 脸变全活出去了 范倒还开始对客人来者不惧 只要是男人陪谁都可以 包括有钱的老头子 为了让心里好受一点 他每一回躺在床上 都会叫这些老家伙干爹 这种日子并不好过 时常碰到变态 可一见到信一 他瞬间收起了委屈和愤怒 将赚到的钱双手奉上 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信一拿到钱后 就挽起了失踪 再也找不到人了 范倒还这时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成了这个牛郎翻身的跳板 和利用对象 早遇背叛的他非常痛苦 变得更加堕落 绝望中两次自杀为国后 为了还清欠下的巨债 只好走上AV之路 那年他18岁 当时日本AV女游行业很繁荣 像银树鹿伊 白石仁美 潮钢美琳等AV女游 风靡整个日本 这也是普通女孩来抢最快的唯一选择 为了当一名合格的AV女游 范倒还还去整了钟 身上几乎全动过 1991年 19岁的范倒还开始推出首部AV作品 GS女神 因为尺度非常之大 再加上她模样清秀可深 一惊发售 瞬间被抢受一空 新人范倒还在AV界一炮而红 为了尽早赚到留学费用 她成为劳模 一年内连续拍下20多部作品 可会效率惊人 只是她没料到 这些录像在为她挣来不少辛苦前后 竟然也成了日后的一个个巨雷 1992年 爆红之后 20岁的她开始涉足主持界 参加了东京电视台的深夜节目 东京派 在节目中 她依旧主打大指头人设 当众掀起了裙子 露出了丁字库 让无数男观众躁动不已 范倒还因此祸风 丁字库女王的称号 从而顺利踏入日本娱乐圈 同一年 她马不停蹄拍了一本路点写真集 I love high 瞬间被宅男们一抢而空 一年后 她又顺势推出单曲 偷偷的嗨 爱 可她毕竟不是科班出身 唱歌并不专业 这张单曲销量插销人意 此后 她还与日本偶像男星 勿存拓哉 一起主持了 牛郎之王系列节目 人气进一步飙升 因为在节目里 百无禁忌 口无遮拦 她竟混得逢生水起 一次 她谈论参加成人节目时说 我都已经22岁了 屁股上都起皱纹了 以后这深夜成人节目 就交给年轻人吧 提到被爆出桃色新闻 称 她不是我男朋友 但我们每三天见一次面 被问到同居时 最重要的是什么 范导海毫不犹豫地说 钱 当时她出席完 世界孩子病选活动后 右口放绝子说 这么自信自己没有感染孩子 你是处男吧 说完 最后还劝告女孩们 不能简简单单地 就跟人上床 否则 约会的红酒跟餐厅的档次 很快就下降了 这一系列劲爆的言论 让媒体夸赞她是 毒蛇王后 程程口舌之快还不够 范导海不久又完成了笔 两千年 她将自己过往的所有经历 如陶穴 吸毒 被男友骗 出演雷菲 做整形手术等 都在自传《柏拉图士性爱》里写了出来 由于范导海名气大 粉丝多 自传内容又太劲爆 这本书一下就卖出一百多万本 甚至比当年诺贝尔获奖作家的书更畅销 范导海因这本自传足足赚了至少1.3亿之元 更夸张的是 这本书的内容后来相继被翻拍为电影和电视剧 据传 这本书当时在中国台湾省也非常的畅销 连李宗盛周华健都将他写进歌里 可见其拥促者不少 因此也受邀请参加了台湾省某综艺节目 很坦率地爆料称 自己全身上下除了脸以外都争过心 对于与父亲的关系 他想了一会儿 说出一句意味丰富的话 难道您不知道 人生本来就是由矛盾作争的啊 尽管受到了父亲的伤害 但他表示很想生个孩子陪在身边 为此还冷冻了自己的卵子 但风水师却给了他一个猝不及防的大汗 范导艾找大师预测自己的死亡时间 没想到算命师竟然哭了出来 说你三年后会消失 到时候什么都带不走 大概行李在犯嘀咕 也或者是回了求安慰 他竟主动连续上了过去那些前男友 没想到这些男人听到范导艾的状况 都纷纷跑来送文版 干完想干的时候又纷纷扬长而去 范导艾反抗 但一点用都没有 或许是受伤太严重 他彻底失望了 2007年 35岁的范导艾选择退出娱乐圈 他对外说 因为患有肾余炎等疾病 导致身体不适 不得不退圈 一时之间 举国震惊 与此同时 有限出不少阴谋论 有人说他感染了孩子病 所以退圈的 还有人称 范导艾去偷偷生小孩了 更有人宣传 称范导艾是与人产生了经济纠纷 被人威断了 才不得已退圈躲避 而后来确实有全内人爆料 称范导艾从梁后 人偏威胁他 是 还没等大众弄清 他真正退圈的原因 一年后 36岁的范导艾 已经忽然去世了 据传 范导艾被发现去世时 已经过了好几天 尸体都发臭了 知情人透露 他离世时的表情非常痛苦 没留下任何遗书 不少人未谈的死 感到遗憾 纷纷用键盘和硬盘 表示悼念 这个女人的一生 无疑是悲惨的 她的一生都在渴望爱 追寻爱 但去到的人 都只是缠她的身子 这群男人 想用她 唾弃她 欺骗她 她累了 心也死了 回想一下 如果自己的父亲 在她儿时时 稍微温柔一点点 是不是就不会有 之后这么多 无七八糟的痛苦心理 她是不是也不会傻到 通过纵欲 去获得片刻欢愉 瞧她那空洞的眼神 似乎也在为她早逝 亮起了信号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